馬俊玲 你的角色是 比較像萬人名 就是好像大家都很喜歡你 有萬人 還好啦 大概2563人 我一個都沒有 你把娜姐那些小姐放在哪裡 那是花錢買來的 穿著一條四腳鋪 跑在馬路 你的膝蓋好大 對 這算你從營以來最大尺度嗎 好像是 有現實 幫觀眾許願好了 如果都是破石的話 就穿丁字褲 丁字褲 好意思 快來娛樂超斯科分享影片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歡迎來到娛樂超斯科 歡迎 歡迎范文老師 小柔好 大家好 好久不見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愛德榮耀的首映會獻堂 今天看到大家所有的男女主角們 都有齊聚一堂 還有我們的一些長官貴賓 對 今天范文老師 也是我們愛德榮耀的 造型顧問 今天所有的 我們戲裡面的男女主角 很好看的造型 包括他髮妝 都是屬於范文老師的這首 今天范文老師 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我要當評審長 聽說今天在現場 評審長跟評審委員們 要一起來投票選出 我們今天 愛德榮耀男女主角 到底誰的造型 可以獲得評審者的青睞 對 而且這次的 大家都盛裝打扮 然後每個都絞盡心思 這次選出大家最認同的 第一名 然後如果 如果這節目播出 你也認同是他的話 你就有機會得到 愛的榮耀 鑽石毫靈 所以我們現在節目 這一集播出的時候 可以趕快到 娛樂超市哥的Facebook 去留言寫下來 就是你覺得哪一位 男主角或女主角 可以獲得今天評審團們 評審出來 到底今天的男女主角 誰會脫穎而出獲得冠軍 大家現在趕快到 娛樂超市哥的臉書 趕快去投票 我們就會來找一天 好 一起來抽出這位 就是如果你投的這個答案 跟評審團們選出來的 是一樣的 就有機會參加抽獎了 趕快去投票了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首映會 精采的花束 好 愛的榮耀 中式長同 愛的榮耀 榮耀 榮耀 恭喜 是同學的朋友 生意外的朋友 有機會 好 太累了 好 太累了 掌聲鼓勵 國靠好的生活 就在天空 國靠好的人心 就在天空 國靠好的未來 就在天空 大家好 我是蘇明憲 我是演何季祥 大家好 我是將軍 還有我飾演的是 他們裡面的大哥 我叫姜尤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何好姐 我是天空集團的二當家 吳漢官 耶 三句同 難得重句 對 沒錯 播出的時候 他們已經翻臉了 先別這樣 其實是騷擾 其實也沒有啦 也沒翻臉 只是說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 各自的事 對 各自有一些自己的事情 弄去做各自的事情 對 說真的 這一次接到這個角色 壓力滿大的 對 因為佩華姐很認真 所以一直在 提醒著我們 應該怎麼樣 說真的 是很有感覺 跟我太太的部分 跟大哥的部分 跟家人的部分 跟公司的部分 親親友情 愛情 對 真的就是那種 交疊在一起 是八溫暖 不是三溫暖 八溫暖 八溫暖 有夠感 有夠假的 看了就知道 我真的感謝佩華姐 給我這個角色 那當然更感謝他設計得非常多 要去學的東西 對... 第一次去試鏡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角色需要 要滾硬幣 後來我看到第12集 他又要我秀洗牌的神技 會不會 會不會這一檔拍完 就真的去丟大肚子 沒有 因為我有一集 就是小丑雜耍 那是我擅長的 對... OK 那我擅長的 但是後來又12集 然後我要跟莉娜 然後互相的切磋牌技 然後秀了一首 神乎奇蹟的錫牌功力 自己擔心 真的耶 希望到時候可以讓你看到 耳目一新的和豪姐 謝謝 我當初不知道 江油嶺這個角色這麼複雜 我只能說這麼複雜 對 他最複雜 如果大家有看過24個比例的話 我目前是7個江油嶺 哇 這也是很難 因為我在面對每一個人的時候 我都有不同的一個面向 我覺得就是應該可以講 是大概我從以來 最難的一個角色 對... 但是真的開始覺得 江油嶺跟我有連結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演起來還滿爽的 那究竟江油嶺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我已經幫我自己的綽號都取好了 它叫做醬油嶺 醬油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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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醬油深不可測 深不見底 所以我覺得還滿符合的 希望愛的榮耀上映之後 能夠密切地鎖定 每天晚上8點鐘看我們的愛的榮耀 剛超級愛的榮耀 謝謝 你笑得好笑嗎 來 大家好 我是傅子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Coco 婉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婉君 我們上一次探班的時候 她還是最具代表性的第一名女 然後後來看完視頻以後就發現 已經落入凡間了 不是第一倒霉過 三位 感情的糾葛 對 可不可以講一下 面對這兩位 這兩位的選擇 就是我愛她 她不愛我 她愛我 我不愛她 那我可以多問一題嗎 你們兩位那個 那個 轉圈圈 轉圈圈有沒有拍很久 其實拍滿久的 因為其實她的難度是在於 我除了要轉她之外 對 我的另外一隻手上 我拿著紅酒 對 我很怕那紅酒在上 我原本以為就是 轉圈圈應該還好 但我拍完的隔天 我手舉不起來 真的假的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平常 沒有一直做這個動作 你沒有一直這樣拉拉拉 我後來發現我隔天這裡好痛 真的嗎 我家痛的話一個禮拜 那個肌肉很久沒有運動到 對 人家做完重訓一樣 對 有這個感覺 手舉不起來 那馬俊玲有人告訴我說 你的角色是比較像萬人迷 就是好像大家都很喜歡你 有嗎 博文出現 有嗎 有萬人嗎 還好啦 就 大概2563人 大概兩個 就兩個這樣子 沒有萬人 只有兩個 你好歹有兩個 我一個都沒有 對不對 就算萬人迷了 但可是 你這樣子講 你把娜姐那些小姐放在哪裡 那是花錢賣來的 那不是真愛 但紙唇感覺是很仗義 對 黑暗騎士的感覺 就是該出現的時候 他就出來出 就來救援了 正所謂戲不好就耍帥就好 不會 都好 最後在那個 有一幕剛剛很感動 就是你在那個 要跳下去的那一幕 那個很辛苦 那個聽說拍得很辛苦 是 真的不容易 我們這次有結合 高科技的攝影棚 所以就是鬚鬚實實這樣子 可是拍起來是比較安全 不用真的站在那個大樓旁邊 的確 因為三位的戲都很好 所以你在那個高樓的時候 你還是能夠感受那個情緒跟氣 對 後面有沒有什麼彩蛋 稍微透露一點點 比如說你的感情發展啊 喔 就是 就是博文跟雅玲就會 有一些波折這樣子 有些波折 就是鑽戒給了他 求婚戒指給了他之後 還是有一些波折 就是 對 後面還有波折這樣子 就是博文的命也不是很好 這樣子 那你的命後來有比較好嗎 我的命 好像遇到他的時候有好一點 因為第一件他就是一個黑騎士 對 然後再加上我們兩個 配合起來也還滿有默契的 所以可以一起工作之後都很愉快 我們就很快下班了 不是 大班對我來說很重要 那你後續應該就是繼續擔任 這個護花食者的角色 耍帥 他又是大人哥 但是是黑暗騎士 對 這個很帥 因為他之前跟我們說 這次不當暖男 可是還是有暖的部分 這次是黑暗騎士的暖 又不太一樣 所以不一樣 跟以往的呈現 會呈現不一樣的表現 就是冷暖 冷靜化 對 脾氣上來也有脾氣 就是沒有腎部病這樣子 腿包壞 腿包壞 心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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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為我們下了 這麼好的註解 謝謝三位 持續鎖定愛的榮耀 歡迎曉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曉筠 好興奮 好興奮 曉筠要講一下 那個就是愛的榮耀的角色 角色嗎 我的角色是江麗文 那她其實是一個 天真浪漫的一個女孩子 但她顛覆了 大家所想的浪漫這件事情 因為她們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一定傻傻的 什麼都挺別人的 而且她是非常有頭腦的一個人 很聰明的 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那當然 我覺得很謝謝佩華姐 就是她看到了我 好可愛跟比較收斂的那一面 是 所以感情這一塊這樣子 那大家當然對以往的曉筠 都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她非常的銳利 這件事情 對 但是真的謝謝佩華姐 她看到了我柔情的那一面 然後把我挖掘出來 對… 所以大家在愛的榮耀 可以看到 曉筠不一樣小色的表現對不對 沒有錯… 期待… 要收聽愛的榮耀囉 愛的榮耀 太美了 太美了 今天 2…1… 很美很美 謝謝曉筠 謝謝… 謝謝… 剛剛都沒有出現是… 去躲起來 去躲不起來 什麼意思 我很怕人多的地方 等一下 它有射孔是不是 現在越來越有射孔 結婚後改變了 怕大家會認不得 因為我現在在那個 戲裡面的造型 跟我現在本人差一點人多 對… 非常多 而且有一顆 我知道應該要點一顆字 大家不會忘記我是誰 算妳的字去哪裡了 因為今天不是彩霞 今天是慧如 對 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把彩霞字點上去 對 大家還滿喜歡彩霞的那一顆 對 彩霞 這角色還滿有趣的 要搞笑也有 對 要感情也有 對 好 好好期待一下囉 耶 這隻 耶 歡迎大家 嗨 我是飾演莉娜 然後大家都叫我娜傑 然後她是一個 娜傑好… 嗨 大家好 娜傑好 我其實是一個 就是很有溫度的媽媽桑 在交際場裡面的媽媽桑 然後有情有義 然後有愛 所以是愛的榮耀 然後大家一定要收看愛的榮耀 看她如何在這個江湖裡面 變成一個榮耀 所以其實這個角色對妳來講 也是有一天天的小挑戰 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從芭芭拉到林美麗 我都是很放的 可是這個是很瘦 然後她是很深沉的眼 然後她其實一眼掃過去 什麼都知道 所以她其實不大能 有太多的肢體動作 只能靠眼神 鎖定愛的榮耀 就可以看得到 家愛不一樣的表現囉 一定要看 先喝一杯再燒 好 耶 歡迎愛的榮耀 三位男主角 我是浩威 在愛的榮耀裡面 我飾演的是張元勇 大家好 我是少谷 在愛的榮耀裡面 飾演的是張元智 大家好 我是高子洋 我是洪浩俊 我在愛的榮耀裡面 愛的榮耀裡面飾演的是 檢察官高子洋 而且他已經入戲入到 這個本名跟藝名已經混 劇名已經分不開了 他已經融入這個角色了 聽說你的角色是一個檢察官是不是 最近都是在辦案的 而且重點是一出場的時候 就一定要把對方逼到昏倒 是時候 剛才變成 國慶哥 剛場昏倒 太厲害了 而且現實生活中 你也是一位歌手 對 我也很愛唱歌 所以剛剛那個片話是有聽到 傻孩子是我在前12期 發行的單曲 後面也會有一些音題 很開心製作配法姐有幫我 所以也就是說看愛的榮耀 可以聽到你的音樂作品 但是講到音樂作品 就一定要提到我們的主題曲 愛的進行式 是我們的少谷的創作 對…其實也是透過這一次 愛的榮耀的一個主題 那我其實一直覺得說 這幾年台灣有很多不一樣的 例如說疫情 全世界都 就是灰頭突然 關在家裡三年 對 那其實我覺得很多人 都需要幫助 那透過這個電視劇 那可能再通過我們自己自身的 一個愛的感覺 就讓它傳承下去 讓愛進行下去 而且我看到好多人一起唱 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 這首歌的一個魅力 就是讓它有一個成長度 大家八滴八滴的感覺 就是讓團結凝聚在一起的那種 相性的感覺 那你劇中角色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在裡面飾演張元智 這一次也是 是浩森哥的兒子 上一次跟浩森哥一起合作是 二兒子 然後這一次就換浩威 我的角色其實就是一個 富二代 中間會有什麼糾葛 我覺得到時候戲裡面剪 真的 而且你麥克風可不可以這樣拿 可以不要這樣 而且是自演一位 他主打蛋 他剛剛說我還沒有意味到 很兇的富二代 什麼的富二代 很兇的 很兇 而且聽說你這個位戲瘦身 是因為你知道要 布料很少的拍戲嗎 是 製作人是有透露 但是我覺得瘦一點 也健康一點 也好看一點 也很瘦 那當初要拍這個 穿著一條四腳鋪跑在馬路 你的戲身好大 對 你當時有沒有做一些心理建設 我剛剛看到他都有四腳鋪 其實我覺得 拍之前會比較有一點點的 會不知道 我其實沒有很緊張 其實就是我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這裡是哪裡 對 這是誰 這是誰我在哪裡 當導演說來 我們拍戲 對 就來拍吧 沒有 我就 所以他意思說他沒有想太多 就專注在工作其實 這算你從贏以來最大尺度嗎 好像是 目前是 各位觀眾不得了了 幫觀眾許願好了 如果說是破石的話 就穿丁字褲 丁字褲 第一位 第一位 我們要穿丁字褲 加油 加油 一起吧 一起 怎麼只有我們 可以 從丁字褲 好 我們要敲碗破石破石 謝謝 謝謝三位 謝謝 看一下 這可以拉 拉開 拉開 等一下 等一下 今天 會曝光 這是什麼風 今天就是 輕如紅毛溫柔風 輕如紅毛溫柔風 這邊要上紅毛那個大頭嗎 輕如紅毛 怎麼會Cue到紅毛這樣 但是我必須說 妳剛剛有一個畫面 是很霸氣地從跑車上下來 對 所以這一次的角色 非常讓大家可以去猜一下 絕對讓大家耳目一新 看見不一樣的我 所以跟之前的幾部作品的 角色是比較不一樣的 對 雖然說都是千金 我知道你們很膩好不好 但是沒關係 這什麼樣的千金呢 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的千金 讓妳耳目一新 對 可以好好 撐撐看 輕如紅毛 那這個不一樣的千金 這個角色會不會有一點小難度 在這次詮釋 我覺得每一個角色都有它 不同的個性 就有不同的挑戰 就是會讓我再持續地成長 這些脾氣呢 莫津 等一下 現在上身了是不是 所以這個脾氣 消失殆盡了 消失殆盡了 所以沒有脾氣 OK 沒有 所以妳今天沒有 輕如紅毛 就是 輕如紅毛 你剛剛一直講 輕如紅毛 我現在滿腦的 就是紅毛哥 好多紅毛 後製上滿了紅毛哥 好馬哥 紅毛哥沒關 就是跟大家講話 就是會那一種 對 妳好 我們呢 就是 男生說好 我們就是要抗開 我們就是 自然而然 我們就順其自然 欸 怎麼會變裝飲法 對啊 不是順暗 感恩啊 感恩 期待 期待 我們就感恩 愛的榮耀 又愛包容所有的一切 有愛 一切就不是困難 有愛最美 我們很幸福 珍惜當下 OK 我覺得這是一個 謝謝家瑋上人 感覺是一個 要即將出家的前景 沒有 不是啦 還是會美美的登場 還是會美美的吧 沒錯 期待家瑋新角色 我會繼續加油 請大家支持我 然後也要 歡迎浩森哥 耶 我又來了 這次要真正一點 這次不一樣 不一樣 讓大家耳目一新 你看看從黃金的國劍心 對 到市井的李勇志 對 到這個張志成 那這次的這個志成的 角色的個性是怎麼樣 就是有點像老狐一眼 而且 我的造型 跟表演方法一定 跟大家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就前面兩檔 是完全不一樣的個性 完全不一樣 好期待喔 這樣才好玩 那會 很壞很壞很壞 沒有 應該是說 我的方法跟大家所謂 概念的好人跟壞人 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會讓大家搞不清楚 我到底想要幹嘛 就是有點誠覆很深 是 所以你剛剛前面講 有點老狐一的那個 對 所以你們以為 我是好的 不一定 但是是壞的嗎 還算又不是 好複雜 好複雜 但好期待 留個懸念給大家 但好期待 留個懸念給大家 而且這一次的組合 也會出乎大家的想像 相信 所以一定要看下去 好 期待浩神哥 在我們愛的榮耀新角色 歡迎 哈囉 阿姨小雲 大家好 我是傅小龍 我在戲裡面飾演的是王雅玲 妳媽媽是誰 我媽媽是賴慧如 為什麼母女都一點都不像 這完全不同個性 媽媽鞋子會這樣子的 媽媽給妳說 怎麼女兒是這樣子 妳就是要跟她在一起 怎麼會差這麼多 對啊 小雲也不知道 小雲也不知道 那又榮知道嗎 妳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又榮會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我們家蠻正常的 我知道 會不會是 我覺得媽媽她應該是 很多生活歷練 所以才變成這個樣子 媽媽有些歷練 因為小雲還沒有經歷過這麼多 可能以後會 可能後面就會開始 跟媽媽一樣 那這次又榮的角色呢 因為我聽說妳這次要 展現某一個長處 是嗎 有人告訴妳 對 因為凡文老師希望 我這一檔不要再漏奶了 就是希望可以封奶起來 然後給觀眾新的印象 新的 所以就是這檔只有漏腰跟腿 但是碰到哪一集之後 好像 好像不小心 又會去酒店工作 你知道是穿高嶺去酒店工作 穿高嶺 我也是聽說的 秋冬look 我也是聽說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機會 就是長輩會再跟觀眾見面 不一定要看去哪一間 聽說有人在跟衣間打架是誰 是 選衣服的時候是不是 是因為我們兩個一起去選 今天的服裝 然後其實 我很快就選到這一件了 然後小雲的話 她是好幾件一直在挑 那邊的禮服大概都是會 有一些展現身材的特色 然後小雲穿了就覺得 好不像她自己的褲子 有一點太高分了 妳穿過這一件 還是這一件妳穿過 其他套的時候 就是有另外幾套 大概就是這邊遮 然後整個圈 圈 但是妳跟妳說 我們都覺得很好看 小雲會很漂亮 可是妳會沒有安全感 對 沒關係 把最好的身材 留給愛的榮耀 我們下一次說不定有機會 活潑的個性 謝謝 歡迎西楓哥 歡迎瞄準 大家好 我是陳西楓 我在愛的榮耀裡面 是飾演一個法官 對 就是黑白分明 但是對小孩跟那個女兒 就非常的嚴格 希望他們能嫁到好的人家 就是廟門當戶隊 是 對 然後我這個法官就是很正直 就是看不過去的事情 都想要把它處理掉 所以比較嚴肅的個性的角色 對 好 那苗珍咧 大家好 我是苗珍 我在愛的榮耀飾演的是一位老師 那你現在就知道 我們家有多無聊了吧 老師這個角色跟之前很不一樣 對 現在就是要非常的一板一眼 然後非常的嚴格 然後就是虎媽的感覺 是 對 那我們家的氣氛 應該都是很臨重 會不會 就是很嚴肅 對 就不開玩笑 所以我這一次就非常的努力 就是收斂一下做功課 因為我怕我 就是演到一半又開始就是 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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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不住開始 對 你角色太遠了 我幫你拉回來 對 然後鎖定愛的榮耀 然後鎖定兩位的演出囉 看愛的榮耀 我一集太美了 歡迎周宇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周宇柔 我這次在愛的榮耀裡面 飾演的角色叫做高子晨 聽說是一個甜心 而且是一個有心夢的甜心 而且我終於演到千金了 恭喜 那之前是屬於刑警 對 之前要抓犯人 像Man這樣子 對 好苦 對 好苦 我終於今天讓我想一點浮發 可以美美的 美美的 對 因為刑警剛好穿得很男神一樣 我之前都是很Man 在裡面都被笑是男的 你看 對 這一次終於又回到女兒身了 是女生 是女生 Dora是女的 是女的 幹嘛這樣 還要強調 還要強調 本來就是女的好不好 所以妳這個角色的特性是什麼 我覺得她也是就是 感覺有點 殺白天 可是她最後會 因為經歷一些衝擊 然後會有改變 她是從豪門落入凡間的那種嗎 還是 我覺得是豪門 然後但是領悟到 一點社會的現實 是 感受到殘酷 原本是小白兔 小白兔後來變成大野了 就是要準備進入叢林裡面 對 期待妳的演出 謝謝 恭喜 回歸女兒身 落入豪門 對 要強調 持續守聽愛的榮耀 謝謝 歡迎兩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羅子惟 我在愛的榮耀裡面 飾演的角色是王少卿 是一位大學法律系的學生 目前是在地檢署實習 大家好 我是張士賢 這一次我在愛的榮耀裡面 是飾演天鴻集團的特助阿賢 那是天鴻集團裡面很重要 就是幫這些董事長 在打理事情的人 是 看到這一位有沒有很眼熟 這一位 第一集兩位都有精湛的演出 我想要問一下這個法律系的實習生 最難挑戰的是被法條嗎 我覺得是有一些比較 平常比較接觸不到的事情 比如說是查封 夾扣押 這些專有名詞要先去理解 就像有些人連 身壓跟收壓都會搞混 對 要先知道這些法律的常識之外 還要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還要內化在自己的角色裡面 對 但還好是我是實習生 所以可能部分的東西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們演員還是要了解 他整個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才能做演出這樣 而且他的角色我們不能講太多 因為後來會有很勁爆的發展 沒有 沒有很勁爆 大家都很勁爆 他就說 可是不能說 這位也不得了 號稱台版的宋宗基 沒錯 歡迎宗基 謝謝 宋宗基 宗基 我聽到宗基 我的角色就是看著天虹集團的 起起落落 所以在這當中也有一些 蠻特別的挑戰 像是受害的苦主 要來討這些錢的素 你看的那些丟什麼水球 丟那些菜 全部都玩真的 我記得第一次拍的時候 大概就5 4 3 2 第一顆水球砸過來就直接砸會 好準喔 就是砸在婉君的臉上 你要不要來上《綜藝大集合》 是那個觀眾 他是被丟的 被丟 對 好 要持續收音 我們愛的榮耀 謝謝兩位 謝謝